皇上您多虑了 天气 欺君之罪可不是闹着玩的 咬咬牙 天气只好实话实说 当然 要用一点春秋笔法 引去某些细节 季恒从他刻意美化之后的表述中 精确地总结了他干的好事 赌钱 打架 你整天都在干些什么 皇上 我整天做的主要就是尽心伺候您 其他都是打拔时间 羞嘴花舍 把你打了的那个太监是谁 回皇上 是御马间的孙大力 孙大力是吗 打狗也要看住人 御前的人是谁都能打的吗 不过这个罪名不太好找 说赌博吧 他又没在皇宫赌 说打架吧 要罚就得罚双方 说是抽老千吧 也太扯了点 算了 以后再说吧 这次让这小变态吃点亏也好了 不过 挺好的一副皮响 留了疤就不好了 自己去预药房 领点浴血升级高 下次再赶大架 朕绝不轻饶 奴才 谢主龙恩 一定要抱紧皇上的大腿 生要做前清宫的人 死要做前清宫的死人 今天皇上很高兴 因为苏门达腊的国王 竟献上来一头巨大的神龟 皇帝陛下领着老妈老婆和儿子 站在太叶池边 欣赏这头神龟 这小孩不是别人 正是当今圣上的嫡赏子 也是她唯一的孩子 大名叫纪炳德 小名叫如意 小如意的娘亲 是已故的孝昭皇后 妃子里目前品级最高的 是德 舒 顺 康 四妃 不止中宫空卷 连贵妃和皇贵妃这俩位子 都是空的 眼下后宫四妃都没孩子 田七颠着脚伸长脖子 瞪直了一双眼睛 看了大乌龟 田七 你 去问一位这神物 田七走到鱼框前 捞起一条大鱼 往乌龟头上一抛 所有人的视线 都追着这条鱼移动 大鱼划着曲线落下去 大家看得津津有味 田七就以这种方式 在后宫的主子面前 混了个脸熟 我也想玩 如意把小鱼往水中一抛 因为力道太小 落得有点远 乌龟游过去 把小鱼也叼出来吃了 众人一致鼓掌 表示捧场 你陪我玩吗 娘 小孩乱叫娘这没什么 可这位是皇子 亲爹还在眼前呢 天七你带她去玩吧 季恒知道自己儿子最近总是见到漂亮女人就喊娘 天七又长得雌雄不变 因此她也不去在意 儿子从小没亲娘 季恒总觉得亏欠了她 所以只要不是什么超越底线的问题 她愿意满足她 殿下 你想玩什么 这边田七见如意也没主意 于是自作主张地揪了柳叶来吹着玩 这项技能 她掌握得不好 仅仅能够吹响 当然 这一点足够在如意面前炫耀 因为如意连吹都吹不响 于是 如意便捏着柳树叶 跟田七学吹响 一时之间 刺耳的扑扑声 在湖边回响着 这尖锐的声音很霸道 从岸边传到狐心亭时 依然保留了足够的杀伤力 季恒听得直簇眉 她很想把耳朵堵上 把柳树叶吹得像放屁 这也是一项绝火啊 这个田七 除了长得美好一点 她就干不出一件美好的事 听这种声音 实在太影响心情 最重要的 季恒怕如意的品位被带歪了 让他们别吹了 娘 你可真厉害 田七这小变态 迟早会带坏我儿子 好吧 她最后还是赏了田七 哄孩子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这大概是转病了吧 田七早上上职 在玉花园的某甲山旁边 她突然感觉耳后一阵风略 你让田七干什么去了 回皇上 田七今儿根本没上职 奴才让人去十三所问了 一个屋的人说 她早上是准点出的门 这就怪了 准点出的门 怎么没来上职 不会是被什么人劫去了吧 可是谁会无聊到去劫一个小太监 难道被人寻仇了 她最近都得罪了什么人 回皇上 田七为人圆滑 基本不与人交恶 她最近呢 只与一个人发生过争执 就是御马间那个孙大力 您还亲自垂问过此事呢 去把孙大力找来 是 儿臣参见父皇 父皇安好 我儿眠礼 娘呢 她不是你娘 你记住 她是田七 哦 田七呢 你为什么喜欢田七啊 她香 你喜欢她自然觉得她是香的 还能有人是臭的 好多娘都是臭的 她们怎么会是臭的呢 嗯 闻起来臭臭的 后来 季衡才弄明白 如意理解的娘 是对一个类别的总称 看到女人 如意就称呼为娘 如意为什么觉得那么多娘都是臭的 这一点 是后来田七弄明白的 有的小孩 天生的不喜欢胭脂水粉的气味 如意生下来 就从许多女人的身上闻到过 或浓或淡 她并不知道这种气味的来源 只以为是那些女人自带的 所以才由此一说 田七不是粉蛋 所以 如意说她香 如意终于还是没有问出 田七去哪里了 于是 她失望地走了 皇上 孙大力自杀了 灭口 田七怕是凶多吉少了 传令下去 全皇宫搜找她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圣安怀临旨下去之后 季衡独自坐在案前 也无心再披折子 田七的一颦一笑 浮现在她脑海里 真是可惜了 无论如何 我得给她报仇 让她能死得瞑目 孙大力杀田七的动机不足 因为赌钱打架而进行报复的话 可以理解 但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 更何况是以前的人 杀人之后 也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就先畏罪自杀 倘若她的胆子真的那么小 当初也就没有勇气杀人了 这前后矛盾 所以 此事必有大隐情 说什么呢 皇上 田七好像有馅了 哦 她在哪里 是生是死 这个 奴才也说不准 奴才斗胆 请您一驾 亲自去看一看吧 怎么还不把她捞上了 都处在这里干什么 皇上请息怒 他们 他们不敢 有何不敢 皇上请仔细看 田七她正 她正被 神龟 驮着呢 季恒再定睛细看 只见田七 确实高出水面一些 身下小山式的龟壳 半饮在水中 乌龟就是乌龟 再打她也是乌龟 有什么好怕的 于是 她指挥人 划了船过去 把田七 运上岸了 田七身上透湿 手和脚 都被麻绳绑结实了 季恒干脆抽出随身的匕首 直接把绳子割开 几个小太监 又在田七胸口上按了按 挤出他呛进胸腔的水 田七吐了两口水 一条小泥球 以及一只小虾米 之后 便剧烈地咳嗽起来 倒是命大 被人敲晕绑了手脚 扔进太叶池 这样都能活下来 简直的 犹如神柱 不 不是神柱 是神龟柱 皇上很体贴地 给了她三天假 让她赶紧滚回 十三所歇着 不仅如此 她又弄了个太医过来 给她看病 奇了怪了 太医院的太医 是不是超远了 怎么总有时间 为我这种小太监看病呢 如果太医一定要看 并且发现了 我的脉象有问题 就得一口咬定 是因为被切得太干净 脉象越来越像女人了 然而出乎她意料 太医并没有诊脉 而是巴拉着她的后脑 看了一会儿 又问了她的感受 不用看看脉象吗 不用啊 这位小公公 上的是脑子 脑是元神之福 把脉是拔不出端倪的 方才你说头晕恶心 应是脑子受到中期之后的组织 这样 我给你开个方子 吃两季看看 这些天一定要好好休息 不能干活呀 不能再磕着碰着了 嗯嗯 孙大力不可能因为那点恩怨就杀人 更不可能杀人之后立刻畏罪自杀 一定是有人借了孙大力之手要来除掉我 可到底是谁要治我欲死地呢 我好像也没有把谁得罪狠了吧 他娘的 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哎 你不是会医术吗 怎么不去考太医院 不是 你觉得我能行吗 这有什么不能的 太医院谁人都可以考 只要你医术够高明 我毕竟是罪人 又是个太监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开窍呢 我跟你说啊 这做人得像水一样 得见到凤就能钻 你先考着 若是真能考上了 到时候十点前 托人在主子面前说点好话 再往太医院打点好了 这事啊 就八九不离十了 紫禁城又不是缺了你一个太监 就过不了日子了 并驾这两天无所事事 田七每天都往太叶池跑 他要好好报答一下 他的救命恩归 他从膳房弄来好多鱼 田七还学摸了些别的吃饰 肉的 素的 生的 熟的 一样来点 结论 这神龟最爱吃的 不是鱼 而是动物的内脏 田七还给自己这大乌龟 取了个名字 由于是恩归 他取名的时候很认真 引经据点 咬文饺子 最后 给他定名叫 戴三山 这个名字 出自唐人李白的诗句 巨敖莫待三山去 我遇蓬莱 顶上行 意思是 巨敖你不要把三山都背走 我还想上蓬莱山玩呢 以巨敖比神龟 又反用诗意 典故话用得好 字也不拗口 字面意和隐身意 浑然天成到 无计可寻的地步 有意思 戴三山这名字 果真是你起的 回皇上 奴才就是叫着玩的 要不然总是 乌龟乌龟的叫 怕对神物不敬 你为什么要取 这样一个名字 田七不敢说实话 因为皇上他讨厌 石温断字的太监 太监一旦有文化 就离兼唤弄拳 又近了一步 他救了奴才 奴才就想着给他 取个力大无穷的名字 本来是想让他背一座山 但是背大山不好听 所以干脆又加了两座 让他能背起三座山 为什么不叫他背三山 而叫戴三山 百姓家里没有背这个姓 也没有驼 扛 以及顶 所以就只好 马马虎虎 用个带了 这么好一个名字 原来是这么 马马虎虎出来的 你到底读过书没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撒谎不敢 说实话又不能 先帝也给内官们 设学堂那会儿 我跟着认过几个字 听说过李白吗 听说过 他是有名的大诗人 奴才特别崇拜他 最喜欢他写的 除和日当午 除和日当午不是李白写的 不对 那不叫除和日当午 那首诗叫闽农 皇上您真博学 你下去吧 朕三天之内 不想看到你 天妻就以这样的方式 又得了三天假 三天之后 他的脑子完全好了 又处到了季衡面前 季衡突然派给他一个任务 目标 前去赐死淑妃 理由 谋害皇嗣 最近一段时间死过的皇嗣 只有宋昭仪的孩子 如果皇上查到淑妃 谋害了宋昭仪之子 自然也能查到淑妃 所用的方法和过程 皇上他知道了 他什么都知道了 你有什么话要说 没没没 看着田妻的背影 他略有些失望 死定了死定了 这下我要死定了 皇上暂时没杀我 还让我去监督 淑妃自杀 是不是就意味着 皇上知道我是无辜的 想再给我个机会 皇上 奴才错了 侯 你哪里错了 田妻知道皇上知道了全部 但还是给他说了一遍 整个事件的过程 奴才该早早向你回禀 不该自行处理罪证 那么你为何不向朕回禀 田妻这会儿也领教了皇上的厉害了 人家不声不响地把事情查明白 然后给你当头一棒 让你反应不及 他不敢在这个时候耍花枪 因此答得十分坦白 奴才一时贪生怕死 悟了皇上为昭义主子深冤 求皇上降罪 说着 微微抬头偷看了几横一眼 悄悄观察他的脸色 见他似乎并没有很生气 他又开始打感情牌 自从知道了昭义主子之王 谁是一位奴才 奴才天天寝食难安 生不如死 要不皇上 您就把我刺死了吧 这样我就能下去继续伺候昭义主子了 朕要怎么处置轮得到你来拿主意 我皇上圣明 奴才知错 田七虽然没有主动去害人 但他是皇子之死的直接原因 这样的奴才 怎么弄死都不为过 可继衡就是硬不下心肠来料理他 唉 罢了罢了 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这么多天了也没想要怎么样的 其实心里早就把他给射了 只是刚才他的不诚实 才让我又有点火大 现在这小子老老实实认了错 这一夜就这么结果吧 你先去办差吧 这笔账朕先记着 再有下次 一并来算 奴才谢皇上不杀真 快滚 朕不想看到你 田七带领着两个小太监 端着白铃和毒酒 来到淑妃面前时 抱着不甘的心态 淑妃缅怀了一下自己在后宫中的生活 表达了一下自己对于皇上的痴念 终于 选了毒酒 迎阵而去 反正大家都要死 你坏事做得太多 早死早超生 慢走不送 乌龟虽然在路上爬得很慢 但在水中游戏涌来很快 田七坐在龟背上 乘风破浪 玩得不亦乐乎 田七 我也要玩 没事没事 殿下不能下水 但是乌龟可以上岸呢 本王见过玩曲曲儿 玩斗鸡 玩猫玩狗玩鸟的 今天是第一次见识玩乌龟的 黄叔 这是戴三山 戴三山 这名字有意思 谁给起的 田七 原来你叫田七 你头上的伤好了吗 谢王爷关怀 奴才早就好了 都已经受了第二查伤了 你是怎样驯服这大乌龟的 我前几天想看一看他 他却缩在水里不愿见我 回王爷的话 奴才就是偶尔给他点吃的 真像是一家三口 还不下来 怎么还是那么软 在皇宫大内骑乌龟 成何体统 不愧是皇上啊 连神龟都怕您 父皇请息怒 儿臣知错 能知错才怪 你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也想骑乌龟 臣弟不敢 臣弟告退 怎么还不跟上 想等主子来请你啊 父皇生气了 父皇会打田七 所以不能让父皇打田七 小屁孩 犯了天了 这么小个孩子就敢抚你胜你 真是好极啊 臣到底做了什么腻 生出这么个东西了 别哭了 好嘛 前头没有因为宋昭仪的案子宋明 难道这次要因为骑一下乌龟 而把命打进去吗 这也太扯了吧 田七 父皇为什么不喜欢我们骑乌龟啊 我哪知道啊 如一年纪小 不能让他这么小年纪 就发现他父皇 是个阴晴不定的怪胎 这会影响他成长的 你父皇吧 他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呀 他也想骑乌龟 可是他太重 乌龟再不动他 乌龟谁不想骑呢 可也不是谁人都能骑到 谁他妈想骑乌龟啊 他想骑乌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